基金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我们进行了今天第二场的慈悲放声 虽然讲第二场但是永远不够 因为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众生 天天在被灵虐 被杀 所以在经典特别菩萨界的《放网经》有说 作为一个菩萨 第一条仲介是消极的菩萨神 但是要积极的 只要知道有任何生命被伤害 要用尽各种积极的方法 救他们的命 当然很困难 但是我们一定要尽力 当然讲到放声 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想法 他们说你们不去买他们就不会抓 不能定 基本上如果是鸟 除非它已经被抓到了 在那边当然我们要救它 但是不需要去定 因为你应该讲说我要定鸟 它们现在没有 那它跑去抓 那当然这样是不好的 但是这些鱼 这些乌龟 没有一只是为了人类要去放声 而去定来的 而去抓来的 它只是早一点被杀 晚一点被杀 这样而已 所以对我们来讲 就像你的儿子被关在 被坏人抓去了 关在不管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要被杀 伤害不知道 但无论如何你去抢救它 所以佛教讲慈悲 一定要先讲空性 平等的意思 不能有对待的分别 今天上午我看新闻 他们给我看光华日报 在说北马的地方 因为放了太多头扇 当地200多位渔民 生计不好 生计是说 本来他们可以抓很多瞎子的 现在好像抓不到了 都是因为这些放声的人 放头扇 把他们的瞎子给吃掉了 所以政府人员 虽然没有法令 说不能放 他就希望不要放头扇 最好放八丁鱼 别的鱼 政府也就放了很多 为了这些200多位渔民的抗议 他们也就放了很多 小龙虾的种子 希望他们将来抓得到 听到这个 我觉得人很可怜 人很可怜 当然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师父你放一只头扇 它去吃了小鱼 这样是不是杀业 这不是杀业 因为我们的动机 是救这个头扇 然后这个头扇 它去吃小动物 这是一种他们的自然的夜报 当然有个老二上还这么讲 我也相信 他说你放生的头扇 去吃了一只小鱼 这一只小鱼就不用做小鱼了 因为这只头扇 虽然它的夜报必须吃东西 但是它是有被三宝加持过的 就像你带一个咒语 去碰到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得到这个咒语的加持 就像各位现在这个大水球咒 这个大水球咒 你只要碰到对方 对方的地狱道的恶业就消除掉 这个就是佛菩萨的悲心 就像各位你这一辈子 你努力的修行 你一定有个愿 哪一天我往生呢 谁碰到我的炼珠 都得到我的功德 你会这样发愿 佛就是这样 我累劫精进的 苦行的修行 我成佛了 念我的名字 念一下 念佛一生 罪灭何杀 念阿弥陀佛 消除八十一劫 生死罪业 这就是佛菩萨的功德 所以各位刚刚放生 那为这些悟命 念了放生遗鬼 太慈悲了 把佛教的精髓 大悲咒心经 忏悔发心 皈依 发愿 十二因缘法 欺佛如来 最好的都放在里面了 希望这些有形无形的 现世者消灾 往生者 因为放生遗鬼 也是超度遗鬼 更是念一下 动物超度遗鬼 所以我希望 有慈悲心的人 每天要念一次 放生遗鬼 因为我们放的 太早太早了 被杀的却无量无边 所以我们一定要 每天念一遍 放生遗鬼 哪怕最简单的遗鬼 那么来超度这些 被杀掉的 元启法 你帮助被杀掉的 就是帮助人类 因为人类 因为杀生吃肉太多 所以呢 车祸 战争 饥饿 病苦 那你把他身上的 冤亲在做超度了 是不是在帮助人类 帮助人类 帮助动物 就是在帮助佛陀 因为佛陀说 每一个生命 都是他的心头的 罗和罗 都是佛陀的独生子一样 也都是佛陀的 摩耶夫人妈妈一样 所以帮助众生 就是在帮助佛陀 事实上帮助众生 帮助佛陀 更是帮助你自己 你以一个利他的动机 去救一只鱼 那这个功德无量无贬 所以我们这样比喻好了 我们同样发心来受八观灾戒 以同样的心去放生一只悟命 请问 发心受八观灾戒的功德大 那同样的心 慈悲去救一只鱼 请问哪一个功德大 慈悲的功德 慈悲的功德 超过于我们自己受戒的功德 所以连华生大师才会说 你救一只野生的要被杀的动物 像羊 等于出家七辈子的功德 救一只鲨养的 本来就要被杀的 等于出家一世的功德 所以各位你这样就聊 你去救那个野生 本来它是自然而被抓的 超过的功德更大 超过被鲨养了 但是你不要说那饰养了就不要救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野生是它本来 它的命运是自然的 对不对 这个饰养了 它的命运就是死刑 没有一只猪被养到二十年的 不到一年 没有一只鸡被养了好几年了 现在一只鸡四个礼拜就可以杀了 四个礼拜 为什么四个礼拜 一直打针 一直打药 就是这么简单 要让它提早的 因为为了经济 如果这只鸡养了五个礼拜 这个鸡农就亏钱了 所以因为鸡 我都去问过 竞争很大 到处有人在养 所以你一只鸡超过一个礼拜 超过两个礼拜 它就滑不来 因为它要吃很多鸡鸟 它就亏减了 现在养鸡的人都是提供地方 然后由鸡工厂 负责买鸡给他们 负责买鸡鸡给他们 这样而已 他们不是自己去 然后他们负责养 这样而已 所以这个鸡鸡厂 时间一到 它就把这些鸡拿去杀 但是如果不去杀的话 他们就亏钱了 因为竞争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当然有人说 放生破坏到生态 这个讲法是世间相对性的讲法 这个生态讲的就是说 我要抓的虾子 你们放了鱼 把我们吃掉了 所以破坏到我的口袋 而不是生态 所以如果生态 真实是为了所有物命平等生存 那叫生态可以 如果生态只是因为 我保护我这个河流里面的 然后我可以有经济的收入 那这个动机是不对的 不对的 那我们佛教听了 我们可以同情他这个想法 但是呢 不能随喜这个想法 这个世界绝对不能说 聪明了留着 然后呢 不聪明了就杀掉 会赚钱的留着 不能赚了就杀掉 事实上 什么叫破坏生态 你讲吃肉的人 是不是在破坏生态 因为你造成杀生 这个世界就有杀生的劫难 那就有各种的灾难 各种的病苦 各种的违缘 所以我想动机最重要的 我们放生 当时候的动机 是要救他的命 假设一个有慈悲心的人 在路边看到一只野生动物被抓了 要被杀 你一定会救他 这个跟你是不是佛教徒 没关系 但是这一只狐狸也好 这一只动物也好 你救了把他放了 他回到森林里面去吃小动物 很多人说 这样我不能放了 他吃小动物的罪业是我的 错了 绝对错 当下的慈悲心就有无量的功德 至于这一只动物去吃到其他小动物 这是他们的自然业报 甚至被吃的小动物 因为这一次是放生的动物被救了 他有一种正面的加持力 他也同享功德了 所以我们对什么事情要形成波罗的波罗蜜多史 去想清楚 不能跟着媒体报章 跟着学术专业 所谓专业 他们讲的都没有一个空性 缘起的观念 就像有人跟我说 你救两只牛 把他救了 那不是带拖两只牛出来杀吗 那你干脆不要救 那我说你这个想法很消极 这个想法 因为我们救这两只牛回向 搞不好 他们就不会今天干脆不做生意 因为他目的到了赚到钱 他就不用去卖这些了 但是至少这两只牛得度 这两只牛得度做菩萨 他会回来度很多牛的 你要这样想 至于他后面又杀了几只牛 那这是他一个自然的因果 那我们只能回向 所以我在看到一个网路上的片子 有一位美国女生 她看到牛在车子里面 那么美国人不能把 外国人要杀的动物 绝对不能在路上被人家看见 她只是有用透气孔 对不对 透气孔 然后她知道 她从透气孔看到那只牛 在掉眼泪啊 无 在口 不在照 对不对 牛要被杀 她就知道 她会哭 一直哭 但是她不会跑的 然后这位 最感动是这位女生 她也知道她不能救她 她在那边 站了将近一个钟头 太阳很大 一直跟那个牛说话 说你好美哦 你好帅哦 就一直用她的方法在安慰她 要我们用奥密托佛 奥密托佛这样 因为我们的安慰方法叫奥密托佛 奥密托佛 她的安慰方法就是希望她快乐 她称赞她 她也跟她说 我很对不起你 我很对不起你 我尽最大的力量 但是我还是没办法救你 但是最感动的是这一幕吧 至少这只牛一定也会感动 这只牛生生世世 一定跟她结善缘 当然能救的有限 但是各位呢 不要放弃任何一个机会 但是最近我还要鼓励大家 麻烦各位呢 多买一些 我有请战日法师 在台湾我们也做了很多 素食的饲料 那各位用面包也可以啊 早上我在看后面 哇 好几个在那边钓鱼啊 后面有一条生命之河 它名字就叫生命之河 然后现在水蛮多了 那他们就在那边钓鱼 那鱼为什么会上钩 肚子饿啊 所以各位呢 能够多不识一些鱼愿意吃的 饲料的 去做的 素食的 面包 他们都愿意吃 可能他吃了以后过几天 他可能没得吃又被吊走了 但是你给他的就是 捏一下甘露味 因为你给他一个加持 透过这个食物 这个加持让他 永远脱离善恶道了 我想这也是很好结缘的方法 进一步捏一下 超度所有动物亡魂 所以各位你在念 往生遗鬼 念阿弥陀佛 那你都要意念的他们 所以每次我都会摆六桌 我很希望各位呢 在你家里也贴一张六道轮回图 当你要念佛诵经的时候 就看着六道轮回图 六道轮回图里面写中间是佛 再来外圈就是贪嗔痴 这三种动物 再来就是讲的六道的生死轮回 外圈是十二因缘法 最上面是无常大鬼 所以只要众生有贪嗔痴 然后他就会造黑夜白夜 黑夜在上面 黑夜在下面三二道 白夜在上面三三道 但是无论黑夜白夜 他就是因为他有无明原形形原事 所以刚刚各位念放生一鬼 要跟他讲 如何脱离流转十二因缘法 所以要能够还灭 能够无明灭则行灭 行灭则死灭 不然六道众生都在无常大鬼的控制之下 无法离苦 那我们要一起去思维这个问题 所以对着六道轮回图 在念诵经典 念阿弥陀佛 念观音菩萨 就像我常讲的 你的妈妈现在正在生病 所以你要很认真念 你的声音 你的功德力 这因为你的虔诚 诸佛菩萨的加持力 妈妈可以减低减低很多痛苦 因为死亡是必然的 但是你要让他早一点脱离病苦 那各位一定要消除他的业障 孕轻在住 就像我经常讲一个故事 广化老法师的故事 我在这边也讲过了 这也有一位孝顺的小女生 她学佛了 她妈妈癌症很严重 然后呢 一直流血 吐血 但是她一直跪在地上 她也知道她妈妈 没办法救了 就是要求她赶快 脱离这个痛苦的身体 但是她妈妈还是非常痛苦 后来她就 广化老法师在解下安居 然后她就是 跑去广化老法师的身边 解下安居 出家人是不能出门的 但是广化老法师一听 她出门了 这个就是菩萨 菩萨不会为了个人的戒律 再坚持 众生最重要的 那才是真正的解下安居 所以她就跟得到医院 那广化老法师这个人 还真的有神痛 她这个神痛也是苦行 苦苦行来的 而感应的 结果她一到 她就问 这位孝顺的女生 你妈妈有没有流产小孩 她说有 她说广化老法师 因为我看到一个小女生 拉住你妈妈的右脚 她说有 这个你要超度 再来她又问 你妈妈 有没有杀死一只黑狗 她说老法师你怎么知道 这黑狗咬着她的左脚 然后这个小女生就说了 因为她的哥哥 从小眼睛有问题 听人家说 要杀一只黑色的狗 拿她的眼睛来吃 杀一只黑色的狗 所以为了她哥哥 她这样去做了 所以呢 因为这样 所以你妈妈现在去不了 虽然她也可以放下了 但是她被抓住了 去不了 所以老儿上说 我回去也会请大众回向 你也在这边 送地藏经 发愿 回向 如果你的 这个 姐妹 堕胎胎儿超度了 这只黑狗 萧嫣姐姐的 你妈妈 一定可以去净土了 当然 老儿上回去以后 很认真的 请大众回向 这个小女生在这边 她妈妈就这样 安详往生 去极乐 所以各位呢 我想 每个人 那这个小女生的孝顺 才能够感召 像佛菩萨的广化老法师 把这样的真实的因果 业力告诉她 所以广化老法师 她为什么 她就是为了她的妈妈 她的妈妈 已经往 她就当兵前 已经往生了 她撤退来台湾以后 她快老之前 求她的妈妈 一定要去极乐世界 她一个人在 在纳谷塔那边 念到天亮 亲眼看到她的妈妈 亲眼看到她的妈妈 身体发光 坐在净土 广化老法师说 她死的都感冤了 因为她亲眼看到妈妈 坐在净化 往生净土 广化老法师的故事 各位都听过 她以前是军人 军人呢 就是要杀狗 以前就是要杀狗 杀鸡 来吃 因为军粮本身 没什么 所以去杀一些野生动物 对她 就可以补 所以她出家了 在闭关的时候 很认真在闭关念佛 结果眼睛一打开 哇 前面一排她过去杀的 全部来要宰 把她在房间里面摔 摔到她腿断掉 这样 所以各位 我们修行要越认真 你要越忏悔 你越认真 你想要解脱 你想要开智慧 冤心在主 不放的 所以修行入门 什么是入门 来 忏悔为入道之门 这一点各位 一定要花很多时间 而且每天都要忏悔 不然你越想要开智慧 你越想要利益众生 障碍就越多 因为这些冤心在主 会来讨报 那修业最快的方法 做子女的要怎么做 来 发愿 发愿不是光今天 发愿讲的是 我敬未来祭 都在做什么 这叫发愿 比如说各位 今天说八晚再见 哪一天你的最爱的人生病 你发愿 我每个月都受六天 还是我这辈子 要受四十九天八晚再接 受戒那一天 我又去点灯放生 做善事 回向给他 那他马上就得到了 他马上就 要么就奇迹的好起来 要么就安详的往生 都可以的 我想不是光生病 任何一件事情 你都要发愿 任何一件事情 前几天有一位居士 写了很长的信 很漂亮的信给我 又附一张他女朋友的相片 他要我说 师父 你就帮我 讲一句好话 让他嫁给我 他说要我 要我出面 我说又不是我结婚 我出面 你爱他是好事 然后拿我做保证人 这不定 我说我加持的 大部分都离婚 因为我是离婚的人 还出家的 那他问我怎么办 你自己跟他承诺发愿 对不对 是你怎么样的 他不相信你 那你怎么样的去承诺 以你这个功德 要希望他能够 接受你的爱 对不对 但是我跟他讲 万一他不答应 随缘吧 你不能死要 对不对 结果他还不甘愿 他等到现在还在等我 写一封信给他女朋友 佛教有个规定 菩萨不能做没人 做没人犯戒 为什么 因为结婚不是好事 爱情是自私的 对不对 谁能保证什么 所以我只能说 你自己发愿 然后你承诺 但是我告诉他 万一不成功 随缘吧 这个世间不能任何执着吧 好 所以大家请翻开 放声功德 我们呢 再来 希望每天都念一遍 我为什么要带各位念呢 因为现在讲到放声 障碍很多 很多的地方 都慢慢的 会去 以这种现在的 环保生态的观念 环保团体 专业团体 就一直 反对 批评 放声 但是最可怜的是 佛陀明明讲了 在放放声 放声是常驻之法 佛在则放声在 现在在很多地区 这两个字不能用 他说你用这两个字 就错 放声等于放死 你还可以用护声 你不能用放声 我就跟他讲 难道哪一天 就不能叫法师了吗 吃树也不能讲了吗 这个是佛陀讲的真理 只是现在是末法 他们这样 我们可以理解 科技越进步 知识越发达 人类的悲心 就越来越脆弱 人际关系 母子关系 家庭关系 就越来越脆弱 这是真的 所以这个末法 也不是说光放声 有障碍 任何一个佛陀的教法 都会有障碍的 因为末法 但是我说 我不会这么做 因为我还是要说 放声就是放声 因为这是一种慈悲 当然护声包含放声 但是不能说 吃树就好 吃树等于放声 那明明他要被杀 你能够救 就救吧 就跟他结语 因为你救了 是回向给整个世界的 整个众生的 所以他们会说 你们放声 是为了你们所谓的功德 发财消病 我说那叫 世间人叫 于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 我们是菩萨的 我说这个很难跟你解释 吃树也不是为了个人健康 如果吃树是为了健康 那还是自立的 自立的就不是菩萨道 意义就不大 哪怕吃树 我们会生病短受 我们都宁可吃树 而不愿意吃一块肉 弥勒菩萨就发这样的意愿 宁可挖我的眼睛来吃 吃我的骨髓 喝我的血 我都不愿意 去伤害一只动物 吃他的肉 乃是我将来能够成佛 定了一条戒律 就是不食肉的戒律 所以弥勒菩萨成佛了 将来的世界 没有一只动物被杀被吃 所以那个世界就不需要生病 没有生病的 不需要去赚钱 为什么福报很大 所以吃树放生是福报很大的 自然世界就改变了 所以我们都知道 来万法唯心造 所以你身在天的法界 你身在富贵的法界 你身在佛的法界 那都是我们的心态行为 所显现的世界 所以弥勒菩萨的大慈大悲心 那就显现了这种清净平等的世界 所以大家都期待着参加龙华三会 对不对 那这往生都算内怨 所以我想各位 这些你要分析 所以佛陀叫我们要修智慧与变才 那变才不是跟对方辩论 而是站在一种让对方了解的慈悲 因为你不了解 你反对 我们都很有耐心 绝对不能跟他吵架 各位永远记住 你在放生有人来攻击你 你都不能吵架 那你就违背了慈悲 你只有对于慈悲 对我们不慈悲 但是他们对我们不慈悲 是应该的 这没关系 但是我们永远 你跟我骂我 打我 我都不会还手的 都不会还手的 我只能说 我可以躲避一下 但我永远不会开口 骂人还手的 因为我们是空性的 打我骂我 也是我要慈悲的对象 我只是不希望他造业 这样而已 但是你不能跟人家吵架 你要和原悦色的 跟他说 如果现在不适合说 那我们就退一下 退一下 哪一天找机会 再跟他说 你现在能够做的 先回向给他 要把握这个原则 好不好 要如此 要如此 包括你的儿女做错了 做妈妈了 还是永远有爱的动机 永远有爱的动机 希望他变好 对不对 你绝对不是一种恨的动机 所以你对你的子女犯错 都如此了 那别人犯错 更要如此 但是世间人 他不懂这个道理 他可以为这个事情 打骂你 伤害你 攻击你 但是我们还是要 保持这种平等 为什么要放声 还是这句话 来 众生平等 接我父母 所以鱼也是我的父母 鸟也是我的父母 一只老虎也是我的父母 我们都是平等的对待 所以这一点 我想慢慢对方 也会有所感受 甚至感动 甚至他也因为这样而改变 好 有佛法就有办法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 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海淘法师红法行程 11月3号星期五 念阿弥陀佛 持摘处罪200节 诸圣夫子圣诞 南昆吴三王爷千秋 小生通月功德日 帅喜与恶行成十亿倍 下午两点半 金门文化局心灵讲座 联络电话 082326-651 11月4号星期六 佛陀应允返回人间日 小生通月 阿弥陀佛书圣功德日 善喜与恶行成一万亿兆倍 上午八点半 金门金湖奏合体育馆 罢官栽解 联络电话 082326-651 11月5号星期日 小生通月功德日 善喜与恶行成十万兆倍 下午一点半 金门金湖综合体育馆 点签灯 共签水 即大蒙山慈悲诗时法会 联络电话 082326-651 11月6号星期一 念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 此寨除岁九十节 苍盛先师千秋 小神通月观世音菩萨书圣功德日 善喜与恶行成一千亿兆倍 金门佛学交流 11月8号星期三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喜与恶行成十万兆倍 上午十点 新竹浦源佛道院 北区联合护生 点灯 幼拱 继良黄圆满日 大蒙山慈悲诗时超度法会 联络电话 02-2917-8855 03-533-7368 11月10号至11月19号 印尼弘法行成 11月11号星期六 念卢舍纳佛 大士至菩萨 持摘除岁一千节 小神通月功德日 善喜与恶行成十亿倍 上午九点 印尼雅加达 加斯基咖啡 Bandai Muriela 放生活动 11月12号星期日 念地藏